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支是一支美国品牌的GAMBI 那它这支标榜是Made in Germany的一支GAMBI 那首先拿回来,这个盒子包装说实话真好简洁 这个,然后我放点1922,这品牌历守那么久吗?我还真的不知道 它这个网址说实话我还没看过了 那那个我买的是F间,然后是铝合金版本 那先把这个盒子给打开一下 看一下啊,哎啊,反过来了 好,这有史以来应该是很美式的一个简约包装 为什么这么讲呢? 美国的简约风的话 跟北欧跟欧洲的所谓的简约风是不一样的 这种就是功能性特别强的 而且很有工业感的一个简约的话 就是美国的那种简约风 欧洲的简约风的话 它更多于是一种偏向手工的那种简约风 北欧的话极简嘛 就是虽然说比较过时了 然后这个是一块 先打开一下吧 你看这个是完全就是一块 完全是一块那个铝合金的 就履行材那种薄片然后压出来的 把这个作为盒子说实话 真的是眼前一亮 然后这个盒子是纸盒 然后下面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个哦,好贴心 还有个小脚 哎哦 这个子其实可以不要 我个人觉得 然后引入眼帘的就是这支笔 那我们先把这个放一边 送了两个末胆 然后它的一个说明书 应该说明书吧 呃,倒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指出了这支干笔 它 我感觉应该不止这么一支 我觉得它应该有 应该还有别支吧 因为 那个这一支的话 Aerospace外交官笔 我真挺喜欢它这个故事的 然后就搞一支来看一看 然后这个人看得到它是一个先锡车销的 我们等会再来那个 讲它整支笔 那我们先 一样的 呃 对比一下先 那首先这支146 然后800 我觉得 第三支笔就不用了 这样子 800的 然后人看得到它这支笔 比146还要再粗一点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笔间 有多大 这个 然后这里 这笔间比想象中要大 这个说实话 好 那首先这个笔间的话 基本上就是比146大一点 比800要小一点点 那典型的一个应该是30 35号尖左右吧 因为146的尖是比800稍微短一点的 嗯 这个笔间我们来看一下 对对对 它比146的这个稍微再长一点 那相对来讲的话 它这个肌尾属性的话就没有那个146这么强了 因为146它是中型间和大型间应该就相对来讲比较好肌尾 800的话就呃 好不好机会 我觉得也没没必要 因为它本身笔间鞋感就非常好了 好 那一个在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重量 放上去 哇 41有点重 说实话 真真有点重 哦 29.9对 这支笔那 哇 这手感 哦 这这手感真的 啊 等会再说 这这这笔 感觉不错 感觉不错 然后我们再来 看一下 它这支笔的一个 142左右的一个长度 然后这个呢 129左右的一个 呃 把帽把帽长度好 再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笔尖 我这个插把的手感真的真心好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笔尖 他应该也是现成的 我估计是周五间他这个 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可以可以那这个我中锋的话夹的不是特别紧的 这看起来应该是周五的一个笔尖 然后这个打磨 打磨 打磨的话就是啊 看到 打磨的话就是那个比较呃 水滴系呃水滴式的一个打磨 然后这个中锋看起来好像有点歪 有点歪耶 我把它掰正一点 这装桥有点歪耶 没想到这个价位的笔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然后你看这个 对 触摸看起来应该挺大的 前面的话就完全是水滴型的 你看不像国产比有那个鞋面的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笔尖那个情况 写起来应该是非常滑的 然后我看一下因为周五间的话我拿一下我那只来看一下 我感觉就是周五的 这个一看 因为史密特的这个曲线跟周五的它是有个明显差距的 应该是我这么看应该是一样的 他应该是用一个周五间对对对 然后这么看应该应该是周五了 但是为我不懂为什么比比色可能是因为总成吧 所以不太一样 好那个比我先收一下 然后我们再下来先看一下他这个笔的一个笔杆先 那首先这样子我刚刚一开始拿上手的时候 我想铝合机吗 我想应该也是20左右的一个重量 没想到去到一倍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的笔啊 你看非常光亮的铝原色那会有什么问题啊 他会氧化 那基本上可能放久了他基本上都会氧化 比较的话松紧度像这种好比的话都是非常OK的 不会太紧不会太松 上面的这个小白花的点缀就他路过的白花点缀 这个叫什么花我不知道 但这个点缀说实话我个人真的挺喜欢的 然后笔尾的话也有跟他一个呼应了 前面前面这里一个黑的后面也是一个尖的 那这个做一个所谓呼应我个人觉得是 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然后在这样子的就是现在笔杆这么难突破情况下吗 他把自己一个logo然后引用到自己一个笔杆上 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非常棒 很少品盘能做到这么一点 就是现在笔杆能做到这么有象征性的一个万宝龙 一个是派克那个就算了 因为国产的都是尖标 然后百利金再下来就是水人 水人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你明显知道 他这个笔杆就是他的其中一个花瓣 然后呢再下来他花瓣的时候把他这个什么 就你看他这里就这个凹纹吗 凹纹的时候跟花瓣又有点小呼应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吧 我一开始以为是渐变过去然后就没了 然后没想到是就那种就我以为到这里还是顺的 然后他这样子看的话就是用了一个比较厚的 哦那看到里面有一个就是一个塑料套筒 他这个我好我这细节笔帽里面都能看得到 他这个应该就是一个铝的原貌 然后前面这个应该是他应该是一条呃呃铝的一个圆管 圆管以后呢 然后进行一个CNC的一个车销 然后把这个给剪掉 我们这里细看其实能看到上面的一个奥纹 就是他CNC转的那个纹 你看这一层一层的 那但是但这个笔的话不太影响他这个外观了 他其实这么做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其实我一直摸的时候 你们应该能看到我这个指纹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有一个时纹 那我这个摸上去这个logo他是有凹凸的 他应该就是CNC完以后 然后呃再给他腐蚀变成一个黑的 那其他颜色的话我估计就是一个私印 就是比如蓝色红色的 他应该就是白色的一个deproma的一个logo 然后进行一个本身喷好一个颜色嘛 然后再印一个白色上去 我估计是这样子 那其他的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了 但是整体一个笔的感觉吧 真的很有太空的那种感觉 非常流线型很有那种怎么讲呢 呃没有很强的速度速度感 但是你感觉到他有速度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下来了他这个笔夹的一个插拔 非常舒服这个真的是 如果是我日用的那个水能的话 你们听一下 就是有就很平常 但这个你你进去 这个手感的话就完全不一样非常顺 另外一个笔握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长一点的笔握 另外一个拿起来刚刚好 那他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很少数的一体一体笔生的时候 但是你拿起来你不会觉得这个笔过非常细 这是我觉得这个品牌做笔的经验应该是挺够的 因为像这个细节的时候 我暂时来看的话很少国产笔 或者是说新的一些新兴的干笔品牌的话 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基本上这一点追求一体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设计的 我也很清楚一体的这种美感 但是很多时候就把里面的这个舒适度 这个体验度就直接给剪了 这一支笔的话完完全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然后里面应该是一个吸墨漆板 吸墨哇这里这个 整个就它应该基本上就是这里 我基本上就是实行的我估计 我估计用到这么厚的材料 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铝的一个很轻 第二个很软它很容易怎么样 就是很容易破 就是你像这种减法的话 如果铝片太薄 如果两三mm的 我估计基本上就整个就变形了 品控上面应该没办法做得很好 它这个的话没办法做得很尖 这个能理解 但是整体的一个比整体比的一个感觉吗 真的非常非常棒 那我赶紧先试试写一下 哇这个真的 最近可能都是做一些比较好一点的笔了 能感觉比较开心 然后这个我们来试写一下 上一下墨 OK我们稍微的上一下 然后这个 我们来擦一下 哦这个真的是这个笔尖也很漂亮啊 我啊我买的是一个钢尖款的 我没有买金尖 因为金尖比我自己也很多了 我就买了一个钢尖的 而且平常我像百利金的那个笔尖吗 我基本上一年就买一个 那所以呢我基本上就是会那个 呃呃怎么讲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一年买一个 那所以我基本上平常能用钢尖的我肯定用钢尖的 好那个我我从这里写吧 这个品牌的中文名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哎 啊这应该是周末尖周末尖的这个 这个笔尖的鞋感基本上跟周末一样 F尖的一个好像是好像是Aero吧 然后那个你看出没非常好 钢尖来讲我记得我讲过吗 我最喜欢的三个钢尖一个百利金 一个周末还有一个福利文 然后这个写你看空墨也是非常精准啊 然后写起来吧因为我我我个人是平常 我写字速度是比这个还要再快一点的 然后呢这个的话这个所以我用的尖吗 都需要有一定的硬度太软的尖我一块写的时候 他压然后软了然后基本上是没办法去那个书写 然后这个笔的鞋感的话 说实话这个握感吧 现在写完怎么讲 好硬 就是平常握的时候感觉笔有点暖度 这个就完全非常硬的一个 拿起来的时候手指感觉好像想撕力 但是没有地方可以撕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笔尖的话 呃说实话真的很棒很棒 这个笔尖很不错 因为应该是我喜欢的Juvo 不行的话我回头再上网查一下 然后Waterman 呃Ballpoint 然后0.5mm 然后我再写一下这里 这个这支笔还真挺不错的 这个没想到以这个价位来讲的话 嗯主要很多人就看我视频都是写中文的 所以感觉都是喜欢那个 呃什么就是写了 然后白肩就日底为主吗 但如果写英文的话基本上 还是会选比较硬的肩 而且硬滑的像Juvo 我这些就非常的一个合适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 呃喜好嘛 然后看到0.5 0.5 Juvo的品控基本上就是你看非常非常稳 那没有任何差别 然后另外一个呃 yes啊忘了 然后我试一下这个弹性 然后再 那你看我我们这种尖的写感是我喜欢的 但这个笔握真的有点硬 不知道是不是我很少用那个金属的笔握 另外一个很多观众一直要我写的 然后我一直忘了 那现在来一下吧 360度书写对吧 然后这个是反面的 刚刚这个正面的再试一下这边 哎我这边也可以啊 然后这个 啊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360度书写 然后首先这样子笔尖的话无可挑剔 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干尖 另外一个笔声的设计 我也很喜欢像这种就是很原汁原味的 然后品牌的一个形象做的非常好的 就是设计完全就是达到一个非常好设计效果的一只一只笔 然后呢这个就是要讲呃对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唯一不太满意就是我写的时候 我通常写的话可能平常握的笔都是那种树枝的 然后突然用这种金属笔握的话 那个可能不是很习惯写的时候如果我想用力好像就是好像这只笔就不会动 然后你就一直没办法去那个好像没办法怎么讲去控就是有点不好控感觉 可能是本身笔也重了 然后另外一个整只笔都很硬这样子唯独的一个可能是我不习惯嘛 那但是你说别的缺点我个人认为都没有呃外观上也有 然后细节上这些刮呃这些什么就是凹痕呢 然后logo笔夹等等的我觉得都很完美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有什么我漏夹呢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